嗨大家好我是任劍貓 有沒有覺得很久沒有見到我的呢 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怎麼開始創作你的旋律 那如果你剛好也在思考 關於怎麼要用音樂療癒自己的話 這一集也是你可以看看的內容喔 通常開始想要創作音樂 或是想要用音樂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的時候 不外乎會遇到兩種狀況 包含我自己過往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把我的經驗分享給你們 那這兩種狀況呢就是一個是呢 你發現你腦袋一片空白 就是感受很多可是你卻不知道 就是從何說起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是 你腦袋裡面有旋律 但卻發現你演奏出來的跟你的旋律 是搭不上的 或者是欸好像就怎麼樣都差那麼一點點 那我會提供兩個面向的練習給你們 讓你們可以去試著開始找到自己 在創作這件事上面的切路點 但是呢建議呢在你開始做這個練習的時候啊 因為人呢注意力是有限的 所以當你每一次呢你想要做一些改善的時候 你發現你有五個問題需要更改 你並不是一次就把它放到練習裡面 而是一個一個一個一步一步去排除掉 所以當做這個練習 因為今天這個練習呢比較不是在理論層面上的東西 它比較是在你怎麼跟 呃怎麼讓你的樂器跟你的身體做連結 所以我們會focus在這一個部分 所以請確保你在呃 樂器上面的操作啊包含指法啦 呃還有一些基本的技巧 你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如果呢你發現你 你在催奏的時候你還要思考指法在哪 那我覺得這個練習就是不太適合你 請再回去就是練熟了 我們再進行下一步 好剛剛講到第一種狀況啊 是呃腦子一片空白嘛 那其實腦子一片空白呢 就跟我們講話很像 就是你一開始 你可以去回想一下當你一開始第一次呢 要呃需要表達你自己的時候 你的那種雨色的狀況 當然有時候 那時候可能那樣子的狀況下呢 包含了一些緊張 那另外一次一個層面呢 就是與會不足 所以當你需要去呃表達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去增加你的與會 呃我通常會說這個是有點像是 增加你自己的database這件事情 那要怎麼樣增加與會呢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彩譜 那如果你已經有很明確的音樂 喜歡的音樂風格啦 如果你喜歡爵士啦 如果你喜歡爵士啦 或者是 呃 或者是一些 Neo Soul啊 或是 Hip Hop之類的 或者是R&B啊 這些都是你可以 立刻去找到一些Sample 然後開始去 開始去彩譜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要如果你還沒有非常明確的 喜歡的風格 那你就是可以 嗯 因為現在Youtube這麼發達 就是你們可以在上面找 找看看有沒有你很喜歡的音樂 那你就開始對它的旋律進行彩譜 當你開始彩譜之後啊 你會有時候會發現 呃 你反倒是一個音一個音聽 你不一定聽得出來 你當然可以用軟體去放慢它的速度 一顆音一顆音一顆音聽 有時候就是你sorrow了 你就是太快了 你沒有辦法立刻聽出來 你當然是可以放慢 但是你會發現 才久的時候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去把那個句子哼出來之後 然後再套用在你的樂器上 反倒還比你一顆音一顆音聽 還要來的快 這個 這個呢 我通常會說這個現象呢 就是一個跟 嗯 它就是一個比較直覺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的 你要去判別音高 其實它會多了一個一道程序 所以 與其這樣子 你不如先把它哼出來 然後再套用在你的樂器上 是更直覺的方式 多去哼 多去找到那個句子 它原始的這種feel 比你一顆音一顆音聽 都來的要好很多 好那我們就進入前面講的 第二個層面的事情 我都會說那個是 所謂的頭腦跟身體之間的橋樑沒有搭好 所以呢 這個頭腦跟身體之間的橋樑沒有搭建好 要怎麼辦呢 其實最快的方式呢 就是 直接把你腦海中的旋律給哼出來 那為什麼是唱歌呢 你可以觀察到你身邊有一些人啊 那些比較不懼怕使用自己聲音的人 就是使用自己聲音來表現自己的人 包含說話啦或是唱歌啊 你會發現呢 他們其實在表達自己的想法上面啊 也是相對比較沒有阻礙的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其實呢都有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有些人呢 他們會討厭唱歌 其實他們通常的理由都很簡單 他們都會說我唱歌不好聽啊 或是我是陰痴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練習啊 請務必先放下你對這兩個想法的執念 因為呢 其實 通常呢 你 很多在懼怕這件事情的人呢 你就沒有什麼機會去多練習這個 你所謂 把頭腦的想法具體化的過程 所以今天唱歌不是為了好聽 而是為了讓練習呢 把這個頭腦裡面的一些idea 讓它具體化的過程 那因為唱歌呢 它是相對的很直覺的東西 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頭腦呢 的想法呢 旋律在這裡 唱出來呢 的距離在這裡 那呢 你在操作樂器上呢 的距離是在這裡 所以與其呢 你去練習了一個相對比較遠的距離 你不如先把你頭腦的想法直接唱出來 更貼近自己的身體 也多去練習熟悉自己的身體 這樣子 當你套用在樂器上面的時候 你才不會覺得 怎麼怪怪的 就是 這意思就好像 四十一條路 然後 但是這一條路還沒通 那你硬要從這裡過去的意思 那呢 要怎麼開始做這個練習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可以試著從兩個小節 到四個小節 然後 你可以專注呢 想 你要表達的感覺是什麼 你不用用字句 不用就是 不用 除非啦 你當然也是可以做這樣的練習 譬如說 春天啊 或是什麼的 或是你就是 單純的想 你今天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音樂呢 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 把一些抽象的東西 給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開始 可以試著 不要用字句 去定義 你今天要吹的東西 或是你今天要 用樂器演奏出來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示範呢 我在心裡想一個 想 想一個感覺 然後 我先哼出來 然後 再 再用樂器 那我先哼出來 好 那我今天就在樂器上 把音找出來 那你一開始 找不到音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變哼 不是 不是 不是這個音嗎 對不對 好 那你找到音了 你找到第一個音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慢慢找出 你下一個音啊 他們之間的距離 如果找不到音沒關係 多哼幾次 好 那你覺得 欸 我覺得好像少了一點東西 那你可以再哼一次 嗯 嗯 嗯 好 好 嗯 好 嗯 這比較接近 我剛剛唱的東西 然後齁 嗯 你可以再完整地吹一次 这比较贴近我刚刚脑子里面所想的 那当你越频繁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越不需要哼出来 你就能够直接脑海中的旋律直接被套用在你的乐器上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方法 你们可以试试看再分享你的心得给我 或是你觉得最近真的太焦虑了 也不妨呢把这种感觉呢用音乐来释放哦 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喜欢我今天的内容呢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到FB上来找我哦